活了二十多年才知道这些东西的正确使用方法 一次性脱鞋不应该是这么穿吗 怎么会有人这么穿呢 啊 你这么穿你舒服吗 你这么穿你不搁脚吗 你跟我讲讲你这么穿 你走路你不搁脚吗 不应该是这么穿吗 咱就说脑子还是别人的好用 先打台密封了 但只需要双手交叉 用力往里一挤 什么东西 罐头就能轻松 打开来 不可能才能这么简单 太酷了 我就说能在网上学到真东西吧 如何在不用工具的情况下 用物理学的方法轻松扯断透明胶 你只要将透明胶向侧面折出一个三角形 将折痕处捏整齐 这时候你只需向前轻轻一拽即可扯断 至于原理嘛 请自行知识播出 大蒜竟然还能这么包 简直震惊我一百年 果然没人能逃过真相定律 拿一颗蒜在手指上反复摩擦摩擦摩擦 然后就可以轻轻地把蛋黄直接给你 快艾特你的姐妹来学 这一步要看清楚了 撕一起往里折 不然最后手指头会掉出去 再继续往里折成案行 找到最外面那一层 完美的薯片夹子都做好了 这套方法是和高铁上做烤厂的姐妹 这些年的酸奶你都喝对了吗 发生习惯我就问有谁用它的时候没有被缩回去 我真的惊讨这种后面我才知道它正确用法 就是把它拉出来然后往旁边扭一下 这样子不管你怎么搓它都不会搓回去了 你猜它为什么叫U型枕不叫N型枕 像这种很常见的U型枕 我之前每次用它我都觉得睡得不舒服 脖子这块反而会更痛 其实它的正确用法是反着在前面 这样带你的颈椎可以很放松地贴在座椅上面 而且不管你是侧面倒还是往前低头 都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颈椎 USB插口真的戳到了我的痛处 USB插口每次想用它吧 都得来回插了几下才成功 其实你就看它有动的正面就行了 一次就能成功插进去 这么多年发卡你带对了吗 最后就是我们平常最常用的小发卡 平时我们都是用波浪的这一面在外面 咱们就是用露但没有反着来 用波浪的贴着头皮夹 这样子头发不仅更加牢固而且更加美观